哈喽大家好我是叶子 这期视频终于来了 在之前的很多视频底下 因为我之前抨尽了很多大陆中国现在的这个社会现状一些问题 然后和新加坡做了一些比较 那么呢在很多评论区很多人评论的时候就说了 哎那你不要光说中国不好啊 你可不可以说一说新加坡的缺点啊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新加坡的缺点 当然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对吧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 人也是一样没有完美的人 没有真正的圣人也会犯错误 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吧所以说在我分享我的感受之前 你目前的你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是新加坡人 你觉得新加坡是哪些地方是觉得需要提高的 我指的是客观的啊 你不能说新加坡太热要凉快一点 这种无法改变的东西我们就不要提他了 对吧 或者是你如果在新加坡工作生活的话 打工的话 或者是你在新加坡旅游的话 或者是你去过新加坡你有感受的话 我们都可以聊一聊把你觉得新加坡哪里可以提高的 我们来分享一下 但是希望大家在说的时候要客观 不要不懂就瞎编造啊 像像像某某人之前有视频里说的那种啊 新加坡鸟很多变成鸽子场啊 或者是动不动就要编刑啊 这些无中生有的东西咱们不要聊 咱们做一点有素质的对话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就来分享一下我对新加坡的一些不良看法 希望新加坡观众多多包涵 当然如果我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请你们这个可以跟我探讨一下啊 不要不要不讲理的骂我 OK 好 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我当年在新加坡 当然我先说一下啊 我的这个观点个人观点 而且可能不够客观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后一次去新加坡已经是很多年前了 已经是2018年17年 已经很多年前了 是吧 已经疫情都过了都过了这么久了 疫情就干了两三年三四年 再加上疫情过后又是这么长时间 所以我的这个想法可能有点落后 希望你们来纠正我啊 当时我去新加坡 我有一点 我当时到了以后很快我就发现这一点东西 实际上我非常我个人不能接受的 在我来加拿大之前 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注重环保的人 说实在话啊 而新加坡对这个塑料的使用非常的厉害 这点我要说一下 倒不是说这种一次性参盘了 因为在小贩中心在很多地方 倒都是用的是反复就是多次可以使用的 不是disposable的这种都是可以擦洗的 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 你知道到那个小贩中心 一开始我还不太习惯 我心想小贩中心这么多人用这些餐盘 能洗得干净吗 慢慢的我就习惯了 习惯以后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有一点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 新加坡人当年啊 喝饮料 居然拿塑料袋装饮料 哎呀这个是我非常觉得 不管是冷饮还是温的这种热情 他都会拿塑料袋去装饮料 很多这个小贩中心卖的时候 什么一杯奶茶或者是这种咖啡啊 这种我就觉得 这个是我很不能接受 我心想 本身我自己说实话 我在加拿大我都不怎么点外卖 我来加拿大生活十多年 我几乎没有点过外卖 我手机里也是最近才下载了这个Uber Eats 或者是这个我们这边北美叫Skiptitious 才下载了这些软件 之前我是从来不叫外卖的 就是因为一方面我不喜欢这个塑料制品啊 产生污染 第二 我非常不喜欢用非正规餐具的这个餐具来吃饭 我觉得就是很不正式 你知道吧 我们家有很多盘子 我有时候去朋友家做客 朋友家因为人多嘛 他们都会用一次性餐盘 为了省事 方便吃完就扔了 但我们家每次来人 哪怕来20个人 我们家都有20个盘子 20个碗 20个叉子 我们家都是这样 用洗碗机洗不就完了吗 对吧 我是比较讲究这个的 所以说 但是在对饮料上面 使用饮料 用塑料袋装 这点是我很不能接受的 当然我也知道 最近这两年新加坡也颁布了 这个要减少用塑料袋 包括超市不发塑料袋 等等等等这些规定 我不知道新加坡 目前做到什么程度了 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北美 不能说到美国了 我们加拿大是这样的 加拿大现在已经到了 所有的餐厅 快餐店 比如说麦当劳 肯德基这些快餐店 连吸管都不可以是塑料的 都是纸质吸管了 已经 我给学生做活动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新生会 做活动 我去买这个 这个餐盘的时候 一次性餐盘的时候 已经买不到这种 我们叫泡沫餐盘 或者是塑料制的这种餐盘 只能买到纸质的餐盘 一次性餐具 叉子刀 以前都是塑料 硬塑料做的叉子和刀 现在基本上都买不到了 有一些存货 少量存货 在一些小店 可能偶尔还能买得到 但是 大多数情况下 现在所有的一次性的 这个叉子刀子 都是这个木制的 都是可回收的 这是我们北美 现在加拿大是这样做的 我不知道新加坡 到什么程度了 这是第一点 我对新加坡的这个 这个塑料使用 这个环境 我觉得环保上可以提高一点 这点我相信 日本应该做的也不错 我个人感觉 我上次去日本也已经很多年了 不知道最近日本怎么样 如果你知道的话 也可以分享一下 那么第二 这个就是 每个国家都会有的一个问题 就是 有些新加坡人 还是会对外来人 特别是大陆人 会有些歧视 这个是我自己 当年我是亲身有感触的 我在世界各地旅游生活居住 我大多数时间 没有碰到过 这个歧视的感觉 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 十多年 我都没有碰到过 我在新加坡唯一一次 可能也不能算是歧视吧 怎么回事呢 我在这个 当时我在这个 Lavender Street 这个 这条路上上班 我在一个场所里面上班 然后呢 我工作场所旁边 就有一个小贩中心 我在小贩中心 买饮料 买喝的 我喜欢用本地话嘛 我就说 我记不清 我是买的Gobby Bean 还是Deal 你知道吧 我记不清楚 我点的是什么东西了 但是呢 当时可能我说的话 第一遍我点的时候 可能我说的不标准 可能我的Gobby Bean 或者我的Deal 说的不标准 这个 阿嬷 这个就不是阿嬷 阿嬷是台湾 说的这个 Aunty 这个Aunty 他没有听清楚 然后有一个Aunty呢 就是 接待我的那个Aunty呢 就用英文问我 Sorry Say it again 他那个口音 我模仿不出来 然后 他刚说完 我还没有回答 旁边另外一位阿姨 就对他说 就对跟我说话的这个阿姨 这个Aunty 她用这个英语说 Don't speak English to him He is Chinese Chinese doesn't understand English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的模仿这个口音 不太标准 大家不要笑话我 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告诉他 他中国人 他不会说英语的 当时我一听 但是我也没有很生气 但是我就是 我就是比较有礼貌的 带人微笑的 我就说 Hey Who told you Chinese don't speak English Like who told you that Like I can I understand You know 这个是我当时回答 我记不清 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就告诉他 我说 后来我补了两句 我说 A lot of Actually A lot of Chinese Young people Actually we do speak English You know 当时我是这么回复他的 当时我说完话 有那个Aunty 他当时他没有他没有在跟我吵 在跟我吵 他只是他突然发现我会说英语 我也听懂了 他也很不好意思 他就没说话 就转身就走开了 去做他的活去了 然后那位接待我的阿姨 就我们俩就用英文说嘛 我要点一杯 我记不清了 是高逼兵 还是得要什么东西 我就跟他点了 后来也没有很不愉快 但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 可能新加坡年纪大人 可能对这个华人 大陆人 这个这个我们这个大陆 我正要说大陆人吧 如果不说广东话 不说福建话 不说当地话的话 可能他们会觉得 这个会有一些 这个排斥 当然这个我能理解 因为我之前的视频里面 我也做了很多 有很多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自身 先找原因 我觉得确实有很多大陆 这个游客也好 这个劳工也好 确实在很多方面 做的不太好 所以导致这个这个恶性循环 对吧 所以说我们大陆人要改 我赞同 然后新加坡的这个安科 安梯啊 你们也可以多包容一点 我们互相互相的包容包容 好不好 尽量做到和谐社会 我一样会为我们的这个 这个大陆人在新加坡 所做下的各种不礼貌 不健康 没有素质的行为 我一样会批判 我绝对不会流行 即便我是曾经是大陆人 但是我只是希望这种情况 能够越来越少 我们世界越来越好 好不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这点呢 我觉得 只能说 不能说不好吧 但我觉得是有点不方便 但不方便也会有好处啊 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嘛 这就是在新加坡这个 喝酒不方便 但是呢 我来了加拿大以后 我就发现加拿大比新加坡更不方便 所以现在看来 新加坡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记得 当时我从中国去新加坡嘛 中国是哪里都可以喝酒的嘛 去新加坡以后就觉得很不方便 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还抽烟那个时候 抽烟喝酒都很不方便 你必须到西烟区 然后喝酒的话 在那个小饭中心的话 它有一块区域 你是只能在那个区域里喝酒 然后但是我记得很清楚 新加坡人喜欢把Tiger Tiger和这个 他们叫黑狗 Guinness 对在一起喝 现在有时候偶尔 因为我在温尼泊在加拿大 还是能买得到Tiger的 所以我会把Tiger和这个 Guinness对在一起喝 是回忆一下新加坡的生活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 这个酒的管控是比较严的 我并不是鼓励大家 可以到处喝酒 或者到处喝醉 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有些情况下 可能可以稍微的 稍微的松一点 看看情况而定 在加拿大的话 真的是 所有公共区域公园 都不可以饮酒 哪怕你去看户外音乐会 演唱会 你都不能在草坪上喝酒 必须得到这个 我们叫Beer Garden 或者Beer Tent 到这个里面去喝酒 就很麻烦 所以对酒的控制 当然这个有好处吧 可能是加拿大和新加坡 都是英联邦吧 是吧 可能会有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很多规矩 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还有一点 这一点呢 是我觉得 是我一直诟病的 加拿大也有这个问题 还是可能跟英联邦有关系 新加坡是有总统的 但其实新加坡的总统 他只有一些 很小的一些否决权 和一些很局限性的一些权利 这一点我是个人 觉得不太合理的 就和我们加拿大的总督一样 我一样吐槽我们加拿大的体制 加拿大有个职位叫总督 因为所有的法案 要通过的话 最后需要总督签字 总督是英国的 之前是女王 现在是国王 指派的 指认的 我就觉得 我是怎么样理解这个事情呢 我们都是纳税人 这些空架子的职位 由于是模仿英联邦 过来的 这些空架子的职位 实际上对我们的体系 作用不是那么的大 为什么纳税人还要 出一笔钱去养着这些人 我并不是说他对国家没有贡献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可不可以提高一下 在某些方面 我们可以做出一点点的改变 让我们的纳税人 可以减轻一点纳税负担 对吧 因为毕竟你想一想 包括现在加拿大 和英国还有 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的钱币上 都有英女王的头像 但是在我看来 女王表示什么 国王表示什么 奴隶制 我觉得我们到了这么发达的 现代化文明世界 我们应该废除这种 封建的制度的传承 我觉得是 有些东西可以去掉就去掉 不需要一直留着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当然欢迎你跟我争论一下 这是可以的 这是我对新加坡 另外一点 就是这个总统 这个职位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么的需要 当然我知道当年 李光耀设置这个职位 就是怕 他自己 他有他的政治目的吧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我们不牵涉 非常deep的 这个politics 我们就不多说啊 那么 还有一样 就是这个新加坡 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在加拿大时间长了 在我来加拿大之前 我就很崇尚男女平等 虽然我是个男孩子 我是个大男生 但是我很崇尚男女平等 我曾经有一次 由于在饭桌上 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打了他的女朋友一巴掌 我当时我差点没掀桌子 我 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你必须得道歉 他没道歉 我当时我就走了 我跟这个人 我可以不交朋友 因为 因为 不管是男生 女生 女生男生 你都不能动手嘛 对不对 我不能说 女生比男生强 或者男生比女生强 我觉得男女应该是平等的 我们的社会责任 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但在这点上 我个人理解 我个人感觉 新加坡相对而言 会更加的 这个女性的这个地位 会稍微的低一点 可能我这个话 不够客观 现在因为很多年没有去了 可能这两年 新加坡的女权运动 可能做的也很好 可能也提高了不少 但是我觉得 最起码跟我在加拿大所建 而比的话 我觉得 加拿大的女权 是更加的厉害的 所以 如果是新加坡的女孩子 现在你看到我这个视频的话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感觉 是不是 这个加拿大的女人 在家里面相对而言 这个话语权 要稍微的少一点点 还是以这个 这个老公为主的 这是我的另外一点 加拿大这个新加坡的 这个女权的问题 我觉得是可以提高一点点的 那么 其他一些问题 什么汽车贵啦 房子贵啦 烟贵酒贵 这些东西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说了 因为美国家国情不一样 所以 这些问题 当然也可以探讨 但是我觉得 是有这个社会问题 所组成的 烟贵酒贵 我觉得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没有觉得 有什么大问题 当然 对于喜欢抽烟 喝酒的人来说 可能 便宜点更好吧 anyways 所以这就是 我对新加坡 一些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这些问题 是目前我能想到的 新加坡可以 尝试提高 或者是做得更好的地方 当然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 欢迎你和我 正常的 有素质的 我们探讨一下 好不好 如果你脑海子里面 还有什么 别的一些想法 觉得是新加坡 现在是完全可以 做得更好的地方的 可以告诉我 好不好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 参与到我们的讨论 当中来